我們就看1點鐘那場 看到很多魔鬼魚和瓊沙 雖然這個缸已經很大 但是瓊沙的體積更加大 這個是吞拿魚的魚山湯 這個海大魚 來到另一個景點就是這個深深石 國際通我們就吃了兩間的 厚度游一下游一下 好吃 好吃 日式的大排檔 酒的放題是1500日圓 兩杯都很大 如果這些質素的酒汁放題是1500日圓 我想我喝10杯都會夠 Hello 我們來到第一個景點 就是沖繩的美麗攤水 美麗水族館 美麗海水族館 國際的港島 我們要說1點鐘的劇場就是 平原那個show 現在開始 講講點了 GoGoGo Viu的頻道已經過了7000訂閱 希望快點到一晚可以和大家聊聊 記得按一下小鈴 每個星期有新片會通知你的 多謝支持 哇 我遲了 因為現在剛剛1點鐘 好像很遲了 我聽我的聲音 好像很遲了 海豚劇場就是位於美麗海水族館的出口 那我就反其道而行 我就是先看這個海洋劇場 大概20分鐘的海豚劇場 每一天有5個時間 包括是10點半 11點半 1點 3點 和5點 那我們就看1點鐘那場 所以就比較趕一點 怕了觀眾記得拿遮 因為沒什麼地方可以遮 還有我想要早3個小時或半小時 去霸佔一點點的位置 我就變成了我站在比較後一點點 拍攝就差一點點了 剛剛就看完海洋劇場 好棒啊 有點感動 因為我們很最後一刻就開始 建議如果觀眾來到 最好可能12點前來 因為它的秀 其實每隔2個小時 11點半 1點 3點 5點 我們現在入館 是本國內最藍的水族館 是全亞洲最大 世界是前三大的水族館 美麗海水族館 一個有4層樓 玩完4層 大概要3個半至4個小時 如果大家時間不夠 可以focus在2樓的黑潮之旅 和3樓的珊瑚礁之旅 供這兩層就對了 還有留意餵食時間 我稍後會說多一點 黑潮之海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的水族 擁有7500個立方米溶量的水槽 由60公分厚的壓克力板打造而成 供水系統是不斷供應新鮮的海水 裡面有很多不同品種的魚 體型大一點就會見到很多魔鬼魚 以及瓊沙 很多遊客專門來看瓊沙 它每天有2個餵食的時間 分別是下午3點和5點 我來到這個時間是下午3點 等了很久都見不到瓊沙垂直暫留在餵食 看完我就有點感想 說真的,很難有這麼大的魚缸放2條瓊沙 不過沒多久之前沒有瓊沙就死了 只有一隻瓊沙都覺得它很寂寞 大家看到有些魚在瓊沙身邊游泳嗎? 在我的解讀裡面其實應該是一種陪伴 因為這隻瓊沙每天只可以在這個瓊沙生活 雖然這個瓊沙已經很大 但瓊沙的體積更加大 感覺它有點不開心 希望魚仔的朋友可以陪伴它多些 逛逛逛就見到有雪糕吃 當然要試一下 500日圓一球Girrattu 我們就叫了四個味道 有鹽、牛奶、青檸和香橙 四種味道我最推薦青檸味 酸酸甜甜好吃 大家臨走前記得去Fending Machine 這裏就買這個沖繩限定的鹽味汽水 150日圓一罐 好補回一些圖片 這其實是波子汽水 即是美麗島必喝的汽水來的 有氣的 建議大家去美麗島也買罐去喝 就喝這個沖繩的黑糖辣車 500日圓 試一下吧 它也不是很重黑糖的 我覺得這裡是很值得來的 很多親子、中學餐 我們今天的V-day也超多 到最後我們三點半都看到餵食 但餵食就不是說 我看不到那個瓊沙的餵食 它不斷游游游 但它不吃東西的 震撼的 因為這個全亞洲最大的水族館 預算起碼三個半至四個半小時 現在先去吃東西 我們去下一集 Let's go 下一個行程已經去到古雨利島 去到的時候差不多5點多、6點 不是很多食肆開了 所以我看還有食肆開 我們趕快在這裡吃了 再去下一個景點 慢發其實周圍很多都關掉了 我們會叫魚山丼 我又叫這個丼 朋友又叫這個丼 現在我們6點 這裡5點就關掉了 所以這裡很多 只剩下兩間開 那間就吃Burger Hot Dog 那一間就吃魚山飯等等 如果大家來古雨利島 5點前就來了 剛才那兩間都是6點就關掉了 不過這類環境是好的 因為看到剛才有個古雨利島的大橋 其實現在用Gopo就拍不到了 不過我問回前組的 拿一些東西吧 好啦我們來開箱這一罐 Lamo Zara 就6%的酒精 8%的果汁 它是檸檬的梳打 它就說是酸味香料 無著色無添加的 有一點苦味的 不是很酸的 酒味我反而喝不到 但是我看過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琉球 即是沖繩 沖繩即是琉球 就試一試 但是這個我就不會再買 這個不是comman 很普通的 吃個魚山湯 這個是吞拿魚的魚山湯 先蒸魚 去完水肉館 沒什麼吃東西 現在吃完什麼都要不要再好吃 不過我覺得 它這個再厚深一點 大久一點就好一點 要不要准理 這個開箱要不要 我喜歡吃這些質地的開箱 它這隻是醃過的 那碗裡面還有些芝麻 芝麻不算說很多 也會有些紫菜 它的感覺有點像 我們在香港吃的 扣球 扣球 是一塊一塊正方形的 這個就不是的 是偏日式的 它會有枝豆 特別 而且因為很餓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特別好色 其實整個 你說它的尺寸不算大 香港這裡的公寓尼島 它都是很早餐 所以來這裡都是看日落 我們去公寓尼島 下個景點 下一個行程 就是去森營岩 森營岩就是位於 古寓尼島的北邊 最早是因為藍 在這裡拍廣告而爆紅 加上在古寓尼島 本來就有亂之島的故事 所以很快就成為遊客的打卡點 好啦 來到另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深深石 現在我們差不多 六點半 其實已經是直讓 所以來到會有些潮漲 我就不下水了 下到我們這個沙灘 在景上都OK的 它其實下來就不太難 但是要注意潮漲和潮退的時間 我用這個高度 就拍不到什麼 我用手機電話 就會變成打直的 好啦 晚上的行程呢 我們就去逛國際通 我們還沒吃東西啊 所以又會去逛街 又會去吃東西的 我也是第一次來沖繩 這裡的感覺 暫時有點像環崩 我拍給大家看看 那一晚在國際通 我們就吃了兩間 第一間餐廳就是沖繩的喇叭壽司 也有一點點裝環 都很歡迎我們外國遊客 我問他可不可以拍片 他說完全OK 沒問題的 我想說呢 我的相機又沒有Audio 啊 真是好敏啊 剪完這個沖繩 我決定換相機 真是太多了 It happened your afternoon 好生氣啊 好啦 回來了 這裡吃壽司 它有一部iPad給我們點的 所以我們每一人 去order我們想吃的壽司 就會出現這個壽司成合 吞拿魚壽司 我記得是新鮮好吃的 因為一落單的時候 其實一進門口 就有一張巴桌 師傅其實一收了 那個order 就會立刻做的 所以呢 我記得是新鮮的 那些飯的溫度 都是剛剛好的 接著就吃海丹壽司 因為我用GoPro拍 那些顏色是怪一點點 我下個旅程就會轉相機 所以品質飾會比較好 海丹壽司 超級好棒 無敵好食 大家可以看我吃完這個 是超滿足的 又給了水 那樣 又有很濃烈的海丹味道 在口裡游打 好棒 一吃就知道是新鮮的海丹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這類壽司 我吃了鯨魚壽司 所以我記得鰻魚壽司是沒那麼好吃的 還有是Dry少許 有少許魚骨的 所以鰻魚壽司就不推薦大家吃了 接著來這裡就是必點的三文魚子蓋飯 來到時師傅就跟我們預習一下有個口號 我們就一起有些互動的環節 大家聽聽吧 我來開動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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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吃 剛剛那個環節我是覺得很有儀式感 認識過遊客或者吃客 跟壽司師傅有這個互動是很開心的 還有會很期待過一碗三文魚子飯 我們是叫到全家餐廳都聽到的 是很好感覺的 好了說回飯吧 因為真的很多三文魚子 所以每一口吃下去的口感都是非常正的 還有會有很多爆朱感 在口中會噴噴噴噴噴的 還有三文魚子不腥的 好送飯 我是沒有混合任何的豉油和芥末都沒有混合 就這樣吃已經很有風味和鮮味了 這個三文魚子飯我大推來到必吃的 這一餐我們吃了16000日圓 因為不是吃了很多 我們會再吃第二間餐廳 我現在是國際通 我覺得這裡挺好感覺 所以我覺得國際通比我想像中熱鬧 現在是晚上9點20分 都還有很多人在這裡消遣 尤其是很多吃串燒啊 居酒屋類啊 多的 超多的 這間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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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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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感覺啊 不行了 所以我們走走走走 決定找一間居酒屋坐下 被我們發現呢 去到某條小巷的盡頭呢 有個日式的大排檔 可以坐歐多亞的居酒屋啦 那現在就大開箱啦 我們來到好像一間大排檔的感覺啦 那我覺得怎樣都要來試一下 因為真的好棒 這間都有酒的放題 是1500日圓的 但是呢 拉梭大是10點 那現在9點一杯就不買了 我們叫這個combo呢 就是 包兩杯酒 加一個呢 關東煮 那就是1000日圓的 那我現在就其中一杯呢 就是這個 菠蘿的特音來的 是有酒精的 他就給了一個Lego 如果有第二杯 你跟他說 譬如說呢 我可以喝威士忌 我可以喝啤酒 酒之酒等等 但這裡的醉翁之意呢 那個第二攤感覺好棒 還有我看到這裡開始有些人醉醉的感覺 好棒 這裡是剛才那個環街走過來最盡頭 它有很多燈籠的 還有燈籠在這裡 琉球 即是Orient那些很漂亮的燈籠 好啦 這個是柚子的飲品 兩杯都很淡 對啊 它的酒精不夠 威士忌加烏龍 烏龍茶味多 它不是很多威士忌味 大家不太喝酒不用怕的 它是給你很少酒精 如果這些質素的酒之獲是1500日圓 我想我喝10倍都不夠 真的好像清理點水 現在就嘗嘗關東煮 關東煮旁邊會有一個芥辣醬 關東煮好吃 好入味 因為我在Donkey裡買過的那些關東煮 味道不行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濃 蘿蔔多正 沒有筋的 蘿蔔很甜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 獅子頭就淋了少少 這個關東煮呢 有三四個東西 剛才這個關東煮呢 我們1000日圓就是兩個片 所以我們兩個人呢 在關東煮裡面已經離開了 就四個套 三百五十四的枝豆 還有一些很好送酒的枝豆 是焗的那些 少少鹽 正正常常 都是完全送酒 好了吃完了 我就覺得這裡的氣氛很好 喝東西呢 我就覺得酒精就不太多了 我不知道喝不喝就怎樣了 但我喝了兩杯呢 完全沒有感覺 所以你問我呢 這裡都是吃環境多的 很大排檔的感覺 現在晚上 今天就不會再錄了 那我就看看明天 就會帶大家去不同的行程 下一集 會帶大家去這間 充滿大自然色彩的 Sweet's Garden Cafe 我們去那一天 還是新開了幾天 很多打卡位 然後呢 還會去沖繩 明湖自然動植脈公園 這裡呢 就比較少遊客 和可以很近距離 觀賞動物和餵食 接著呢 就會去到萬狀毛 欣賞這個大象壁形狀的岩石 超打卡的波 接著再到蟹滿魚市場那裡吃海鮮 這個市場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真是想每一間都吃混淨 下一集這麼精彩 大家記得追看啦 大家記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acebook IG 是MAR的生活日常 我每逢星期三都會出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到會兒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戶口 借口 那個 小湯 六